中国人喜欢红色却不会用它来写字 讨厌绿色绝不敢轻易穿着 是什么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色彩审美 今天我们就来解析 中国传统的五色观和他在电影英雄中的运用 何为五色 关于五色最早的记载是在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 周公弹为国家治理时写的《周理》这么一本书中 提到了画绘之势杂五色 绘画的势就是调配五色 这五种颜色就是青黄赤白黑 而在张艺末的电影《英雄》中 也正好使用了这几种颜色 在上述中还追述到 早在雨顺时期 人们就已经开始从大自然中提取使用这五种基本颜色了 而周公治理用五色是来区分等级 维护西周建立的分封制度 比如《春秋古梁传记》在道 鲁庄公曾因把奇妙的柱子 吐为珠色而被批评 因为按理 天子用黑白 大夫用青 是用黄 随着礼约制度的建立 西周形成了正色和剑色这个概念 大代的礼记预造片中记载 一正色 商剑色 就是说 上身要穿着正色的服饰 下身要穿着剑色的服饰 五种取自自然的基本颜色就是正色 而剑色是由这五种正色混合而成的 比如当时的红色是指由赤和白两种正色混合而成的桃红色 绿色是指由青和黄混合而成的颜色 这是中国在西周形成的五色观 而我们现在接受的三色观和七色观 是在一两千年后 分别由牛顿用三棱镜进行的光学实验 发现了太阳光由七种颜色组成 以及富伯斯特发现 有红黄蓝三种颜料 可以调配出绝大部分色彩 而其他颜色则不能调配出这三原色 其实他说的红黄蓝不就是赤黄青吗 到秦国统一前 也就是电影中的时间段 有学者将五色和五行联系在了一起 秦国称相吕不韦主持编写的吕石春就中提到 每一个朝代的轮换都有自己的属性和对应的颜色 周灭掉商是火德上赤 接下来取代他的王朝必定是上黑的水德 后来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 世皇推忠实武德之传 说明秦世皇接受了这种武德忠实论 所以电影中 同一前的秦国宫殿和服饰 使用黑色为主色调 是符合历史依据的 秦国是水德 那他接下来灭掉的赵国是红色 可不可以说赵国是火德上赤呢 当然不行 首先赵国只是个诸侯国不是王朝 其次 赵国里的这些学生适合身份 敢穿红色 但是颜色的运用在这里 却是合理的 因为它只是用来叙事的工具 张一谋借鉴了黑泽民的风格 用高宝和度的色彩来呈现梦或幻象世界的绚丽 梦境中的剧情和色彩有多夸张都有合理性 毕竟梦里啥都有 所以我们分析电影中的颜色 不能从武德忠实论的政治角度来讲 而是要从这五种颜色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内涵进行分析 黑色属水也和水一样能够包容万物万色 使用它能够凸显出秦吞并天下的恐怖和肃穆 而接下来由无名向秦王叙述的公兆回忆片段 以赤色为主 赤色属火代表了一种激情 我们常说赤胆忠心 赤色在这里象征了赵人对国家的忠诚 同时也用来表现残剑和飞雪惨烈的爱情 在这段故事中还安插了一个借朱砂的小段 有客人求字 主人特向小姐借朱砂一用 叫她自己过来 弟子来借朱砂 红色向来被中国人认为是尊贵喜庆的颜色 但是用这种颜色来写字却是不常见的 吕石春秋说 积文王之识天心献活 吃无闲丹书急于周舍 左传的著述说 丹书是指用来记录犯罪记录的文书 说明在当时 和鲜血同色的丹书 主要是用来祭祀和强调重要文件 寡人猜测你与长空早就相识 而随后 由秦王猜测的故事片段 则是以青色或者说蓝青色两种颜色为主 两种颜色搭配可以使画面色彩互补更加协调 黑色的服饰与黄色的皮肤互补 飞雪红衣用黄色的枫树林搭配 紫色搭配红色 凸显残剑与仆人调形式的情调 如果当一个人的衣服 全身上下都是一个颜色时 我们会发现这样会是有多丑 所以中国人很早就懂得了颜色搭配 衣正色上剑色 上下颜色要搭配着来 青色在五行中鼠目 是生长的颜色 我们常说青春青色 比起前面的红色它更平淡典雅 也正符合飞雪残剑在秦王心中与吴明不同的评价 大王见识过人 两人各讲了一段故事后 吴明知道自己已被秦王识破 于是又讲了第三段故事 这段故事以人物身上的白色和荒漠等背景的黄色为主 人物身着白色是因为这是一段较为真实未经渲染的叙述 同时白色属金有肃杀之意 黄色书土位于四方之中 在汉代后逐渐成为黄式的专属色彩 但黄色也是枯叶的颜色 在历代文学作品中也用来指代衰败的食物 两种颜色相辅相成 烘托出人物结局的悲凉 请你放弃刺激 在吴明叙述的第三段回忆中 还安排了一段残见向吴明叙述自己当年往事的绿色 绿色是一种剑色由青色和黄色混成 也是常见的服装颜色 诗经中就有一篇诗叫绿衣 当时中国人还并不讨厌这一代表大自然的颜色 可随着颜色成为区分身份和等级的工具 绿色沦为了身份卑微者的服装颜色 比如唐朝里边的诗中就写道 绿色谁家子卖猪青薄儿 绿色就是绿色的头巾 到后来官府曾要求娼妓家属必须佩戴绿头巾 以表明身份 似乎就是绿帽子这个词的来源 而这里残见穿着的绿色 更多是代表一种拯救天下苍生的希望 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吴明和长空决斗的这段画面 人物的服装颜色混杂 看上去明显比其他段落更为自然 两位高手之间的意念决斗配以黑白无色的画面 为什么这么处理其实也有讲究 武功勤运随不相同 但原理相同 都讲求大音牺牲之境界 长空这里说的大音牺牲 道家的名言 我们刚才说过 儒家所推崇的礼乐制度 是用色彩来区分等级 尊备有序 那道家对色彩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老子说 武色令人忙 庄子说 武色乱目始目不明 冲上无微的道家 对颜色的评价无疑是站在儒家的对立面 追求的是一种大音牺牲 大象无形 无的境界 所以我们看到 深受道家哲学影响的水貌画 喜欢用平淡的色彩和大量的留白 来表现其深奥的意境 这也是这里这么处理的原因 说完了中国传统的颜色理论 并不是说只用色彩就能把电影拍好 张一谋已经向我们证明了很多次 曾经核实 他也是中国电影的英雄 可因为丢失了作品中对人本身的关怀 而不断受到观众们的讨伐 这里是脏月店 不喜欢付出故事 只分享内涵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